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海深广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6号公布 前海合作区将打造越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 进一步拓展前海合作区发展空间 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6号就前海方案和横琴方案发表谈话 指出前海方案为香港发展提供新机遇 彰显了香港在越港澳大湾区中的突出优势 而横琴方案为澳门长远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阿富汗塔利班第一发言人穆贾西德6号宣布 塔利班已经完全控制潘杰西尔省的所有地区 阿富汗国内战争已经结束 不过反塔武装仍然予以否认 另外穆贾西德否认组建新政府的过程存在分歧 表示新政府将会很快宣布成立 本台驻阿富汗特约记者王全走访了 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阿富汗总统府 总统府守卫极为森严 到处可见塔利班士兵持枪警戒 外围也被高枪和铁丝网围起 一名塔利班军官表示 会保障城市内部安全 让大家放心 各位早 今天头条我们关注到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协仪式 6号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向晋升上将军协的军官 颁受命令状 下午5时20分许 敬贤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签署了晋升上将军协命令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主持敬贤仪式 这次敬称上将军协的军官是 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江 中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 海军司令员董军 空军司令员长丁球 国防大学校长许学强 晋升上将军衔的五位军官 军容严整 晋升抖擞来到主席台前 习近平向他们颁发命令状 表示祝贺 佩戴了上将军衔 尖章的五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 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敬贤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 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 苗华张声明以及军委机关各部门 驻京大单位主要领导等参加进贤仪式 防卫室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6号发布 前海合作区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 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有 方案明确进一步扩展前海合作区发展空间 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方公里扩展至120.56平方公里 方案指出到2035年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营商环境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建立健全与港澳产业协同联动 市场互联互通 创新驱动支撑的发展模式 建成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强 创新策缘能力强 协同发展带动能力强的高质量发展引擎 改革创新经验得到广泛推广 根据方案在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方面 前海合作区将推进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 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创新合作区治理模式 在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方面 前海合作区将深化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 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提升国家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 和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验区功能 支持将国家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 在前海合作区落地实施 在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人民币跨境使用 外汇管理便利化等领域先行先事 提升法律事务对外开放水平 在前海合作区内 建设国际法律服务中心 和国际商市争议解决中心 探索不同法系 跨境法律规则衔接 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 充分利用香港全面与国际接轨的专业服务 支持前海合作区企业走出去 方案指出 开发建设前海合作区 是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 提升粤港澳合作水平 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 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增强香港同胞对祖国的向心力 具有重要意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 6号分别就前海方案和横琴方案发表谈话 指出方案分别为香港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和为澳门长远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港澳办发言人表示 前海方案是深入实施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重大部署 是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举措 是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利好 发言人指出 前海方案特别强调推进与港澳规则衔接 机制对接 深化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 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中央对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和民生福祉的高度重视 彰显了香港在高质量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中所具有的突出优势 必将为香港发展拓展新空间 注入新动能 提供新机遇 发言人表示 香港已实现油乱转制 正开启油制极星的新进程 前海方案的实施可谓恰逢其时 忠心希望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 牢牢抓住机遇 用好中央支持政策 发挥香港独特优势 不断深化粤港互利合作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进程中 实现香港更好发展 另外 发言人表示 恒勤方案是中央从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支持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举措 是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制度和体制创新 为澳门长远发展拓展了空间 勾画了蓝图 必将为澳门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有力推动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促进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发言人表示 恒勤方案仅仅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个初心和主线 为澳门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为澳门居民就业生活提供新空间 增强了澳门抵御外部风险挑战的能力 顺应了澳门同胞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发言人表示 对香港澳门发展而言 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 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 弓箭一带一路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是新的重大机遇 横琴方案的出台和实施 充分彰显了中央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实践的坚定信心 发言人强调蓝图已经汇旧 关键在于落实 中央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去建设寄予厚望 希望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 深刻学习领会中央大力推进 粤澳合作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 抓住方案实施的重大机遇 提升粤澳合作水平 发挥澳门独特优势 推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去建设 取得实质进展和显著成效 谱写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中联办发言人6号发表谈话表示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 是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 系统优化深港合作布局的重要举措 也是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 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战略部署 香港中联办发言人指出 前海改革开放方案 为正处在游乱极致 游质极星关键时期的香港 城市而上找准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的交汇点 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舞台 在香港社会大步走出阴霾的关键时期 中央出台的前海改革开放方案 如同一场及时雨 不仅丰富了十四五规划中区域合作 平台建设的内涵 更注重发挥香港高端专业服务业的传统优势 必将为香港的专业人才和企业提供巨大机遇 发言人指出 历史将继续证明 全球发展的最大机遇在中国 香港发展的最大机遇在内地 内地广阔的市场腹地和丰富的要素资源 使香港破解产业单一 发展空间不足 流动渠道狭窄等问题的金钥匙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 香港的独特优势必将进一步彰显 发展动力必将进一步增强 发言人强调 青年人的发展关乎香港的未来 未来的前海发展蓝图 特别重视面向港澳青年 驻巢引凤 为港澳青年实习就业 创新创业提供平台 港位 以及配套扶持资金 住房保障 香港的青年熟悉两文三语 具备国际视野 应当抓住机遇 大显身手 发言人最后强调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与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 香港不进则退 慢进也是退 把握重大国家战略机遇 善用国家政策大势 善用自身发展优势 城市而上 香港一定会重战 东方之珠的独特魅力 共享国家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方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欢迎中央公布全面深化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改革开放方案 和五号公布的 恒情越澳深度合作区 建设总体方案 他希望香港社会各界 在当局政策支持下 积极把握前海和恒情 有关方案带来的机遇 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前海片区从十年前开始建设 就定位为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一直按着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要求 依托香港服务内地 面向世界 汇聚大量香港企业 目前在前海注册港子企业 达1.15万家 香港企业早于2015年 成立了深圳市前海香港商会 此外 前海重视支持两地青年就业创业 持续吸引香港青年创业者 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落户 孵化了不少成功企业 深受香港青年欢迎 是深港合作的其中一个亮点项目 他表示 前海方案再次表明 国家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丰富一国两制实践 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提升粤港澳合作水平的重大部署 并以现代服务业为切入点 进一步促进粤港港深合作 和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他指出 前海方案不但能充分发挥 香港在高端专业服务业的固有优势 助力提升前海深港 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功能 更能促进香港专业服务业的长远发展 此外 香港特区政府将与中央相关部委商讨 如何透过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 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俗称SIPA 以加快落实前海方案中 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的措施 使香港的专业服务业 能够及早做出相应的部署和安排 另外 香港特区政府也乐意连同相关业界 为过去后的前海 在金融创科 法律和营商环境方面 提供意见和作出配合 林郑月娥又提出 恒情方案将为澳门产业多元化创造条件 并提供不少有利产业发展的措施 深信香港商界和专业服务提供者 都会为此感到雀跃 自港珠澳大桥开通以来 港澳和港珠的距离已经大大拉近 为香港参与恒情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在中央和广东省的支持下 港珠两地机场正在推进进一步合作 提升空运和物流能力 相信也会有助恒情的产业发展 林郑月娥强调 香港特区政府会通过港澳政府的合作机制 探讨香港可以如何为恒情方案的实施 提供支持并做出贡献 凤凰卫视季思青香港报道 恒情越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出台 恒情开发将进入越澳全面合作 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阶段 澳区全国人大代表刘一良指出 方案高点定位机制创新 同时兼顾了澳门的多元产业发展 和澳门居民的生活就业 对于设立恒情越澳深度合作区 澳区全国人大代表刘一良认为 方案彰显了中央对澳门的关怀和重视 明确了越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机制 在政策和财政层面都有支持和配套 我们很关注的比如说 要怎样去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在收益方面是怎样去共享 就是越澳共享 你看到这个方案或者明国指数 方案还明确了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产业 支持大力发展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 现在今次提到一个 我们也提到是澳门禁造 这个澳门禁制 澳门设计 澳门品牌 那这些是一个很重新的概念 这也是可以从一个原来的环境的 就是产业的定位 都做到一个更加重新的分配 他认为有必要实现恒情和澳门规则衔接 标准互认和制度融通 建议制定恒情与澳深度合作区法律规范 刘一良指出目前从澳门又进内地旅客 可以携带的商品免税额是在2010年定定 为居民5000元非居民2000元 他希望可以提高 从而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风寒文士陈慧琪阿曼报道 人民日报7号刊登评论员文章表示 恒情和潜海方案的发布 对于支持和推动香港澳门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具有重大意义 文章表示两个方案的发布和实施 有利于加快推进珠海恒勤 深圳前海等重大平台的开发建设 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验示范作用 有利于拓宽 港澳发展空间 优化港澳现有的产业结构 优化资源配置 推动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文章指出新形势下 做好恒情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发开放 有利于推动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而开发建设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是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 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 要扎实推进粤港澳合作平台 发展平台建设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 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针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前海方案和横秦方案 新华社在时评中指出 这是中央着眼于新时代丰富 一国两制实践做出的重大部署 对于全面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提升粤港澳合作水平 构建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具有重要意义 将会进一步拓展粤港澳的发展空间 促进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新华社时评指 近年来大湾区建设 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正向着国际一流湾区 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逐浪前行 当下珠海横秦 深圳前海两个新方案相继出台 是将进一步推进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建设 是具有前瞻性 战略性 创新性 示范性的重大安排部署 横秦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明确了四大战略定位 三个阶段发展目标 提出发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产业 建设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家园 构建与澳门一体化高水平开放的新体系 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 这些部署安排成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重要契机 将为澳门带来发展空间 专业人员 大型科研设备共享 以及更广阔的开放市场 长期困扰澳门的产业单一 空间不足等发展难题 有望得到根本解决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 提出推进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 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创新合作区治理模式 深化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 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提升法律事务对外开放水平 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 这些致力于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实验平台 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的重要举措 将更为有效深化深港粤港合作 为香港发展扩大空间 为香港的结构优化进一步发挥杠杆作用 评论中写道 发展是永恒的主题 是港澳的立身之本 也是破解港澳各种现实问题的金钥匙 回归以来 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港澳发展 不遗余力地支持港澳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将发展成果汇集全体市民 实践证明 做好港澳发展大文章 祖国是最大的靠山 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 出台两个新方案 从根本上而言 有助于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破解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难题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横秦 前海两个新方案 落实 落地 落细 有助于港澳社会抓住政策红利和大湾区建设机遇 拓展新空间 注入新动能 实现自身更好发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相关话题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先生 为大家点评分析 宋先生早 宋先生早 宋先生您认为 前海和恒情这两个方案的发布 对于未来越港澳大湾区合作与建设 有着怎样的积极意义呢 前海方案和恒情方案实际上是 越港澳大湾区整体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两个方案其实是互补的关系 不是竞争的关系 你看所提到的前海方案呢 它主要打造的是高端服务业 那么恒情方案打造的是高端制造业 这两个完全是一个互补 另外呢 通过这两个方案实际上就是把内地 无论是香港包括澳门和内地之间的城市 尤其是珠海和深圳关联起来 让内地的发展更加国际化 同时呢 这种方案的话 对于香港和澳门也注入了比较新的活力 而且也能够让整个香港的就业 以及发展的空间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我们知道作为香港也好 澳门也好 相对来说空间比较小 而且人才的就业也相对来说比较难 那么通过这两个方案的打造的话 也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来解决发展空间比较狭小的问题 那么按照十四五规划 作为香港来讲的话 它需要打造新的四个中心 这里面就包括创科中心 创科中心实际上主要立足于研发 那么制造在哪 可以放在恒秦方案里面来打造的片区 那么作为香港自身的角度来讲的话 国际化就体现在要打造新的中心 其中就包括知识产权中心 还有国际法中心 另外呢就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这些呢也都需要和深圳相关的城市之间加强合作 那么作为珠海来讲的话 也是同样的道理 现在要发展四个产业 而不仅仅要立足于之前的旅游和博彩 另外也需要发展的是高端制造业 中医药 还有其他的相关产业 尤其是高端的金融 那么作为澳门来讲的话 发展高端金融主要瞄准的是浦语国家 尤其是在一带一路里面的浦语国家的发展 所以这两个方案对于整个越港大湾区发展来讲的话 是注入了非常大的活力 全全 嗯 前海恒情方案相互补充 为大湾区发展注入活力 谢谢宋先生点评分析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带您关注到阿富汗局势的最新进展 稍后见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阿富汗局势 阿富汗塔利班第一发言人穆贾西德 6号在记者会上宣布 塔利班已经完全控制了潘杰西尔省的所有地区 阿富汗境内战争已经结束 不过反塔武装就仍然予以否认 另外穆贾西德否认组建新政府过程存在分歧 表示新政府将会很快宣布成立 塔利班6号宣布 已攻下阿富汗最后一块版图潘杰西尔省 完成对阿富汗的全面掌控 并将很快宣布成立新政府 在潘杰西尔省省长办公室门前 塔利班成员升起了塔利班旗帜 一名塔利班官员就呼吁当地民众不要躲进山里 劝他们回到家中 塔利班第一发言人穆贾西德向当地民众保证 他们不会受到歧视 他又称收到消息指领导凡塔武装的小马苏德 及前副总统萨利赫已逃亡到邻国塔吉克斯坦 潘杰西尔山谷一手难攻 仅靠一条狭长通道进出 此前反塔武装盘踞于此 与塔利班激战数日 据报道 萨利赫的确已逃亡塔吉克斯坦 不过小马苏德就否认塔利班取得胜利 表示抵抗仍将继续 他称自己很安全 但并未透露具体行踪 对于新政府迟迟未宣布成立 穆贾西德在记者会上否认塔利班内部出现分歧 强调目前还有一些技术问题 新政府将会很快宣布成立 穆贾西德又重申 会在伊斯兰教法框架内保障女性权利 新政府将为女性制定一套章程 确保允许她们工作的领域范围 塔利班并希望与全世界都保持良好关系 穆贾西德强调 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 对阿富汗来说非常重要 阿富汗的重建和发展需要中国的支持 阿塔专责政治事务的高层人员哈纳菲 6号就在喀布尔会见了中国驻阿富汗大使王渝 据报中方承诺会继续人道援助阿塔 随着阿富汗社会秩序逐步回归正常 当地各大高校也恢复授课 不过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显示 在位于喀布尔的阿维琴纳大学 男学生和女学生分别坐在教室两侧 教室中央挂着灰色的不透明布帘分隔 女学生们都身穿长袍 佩戴头巾 路透社报道指 阿富汗最大的三座城市 喀布尔 坎大哈和赫拉特都对女学生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 例如男女分开上课 对女生单独授课 或限制女学生在校园内的活动范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阿富汗 塔利班宣布国内战争已经正式结束 将会组建新政府 凤凰卫视驻阿富汗特约记者王权 则走访了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阿富汗总统府 在现场看到总统府的守卫极为森严 外围已经被高墙和铁丝网围起来 以保证安全 在记者与翻译赶往总统府的路上 总统府外围排满了高墙 上面架有铁丝网和护栏 总统府门口有多名安保人员 没走几步就会见到塔利班士兵持枪警戒 在总统府大楼的楼顶和正对面的大门 已经挂上了塔利班的旗帜 内部的警官则没有被破坏 喷泉依旧在维持运转 大楼门口更是戒备森严 共安排了三名士兵把守 记者与翻译进入大楼后需要先登记 在内部又见到了多名负责安保的守卫 在一旁的桌子上还放有好几把步枪 在总统府内 记者采访到了一名塔利班高级军官 他向记者表示 塔利班会保障城市内部的安全 让大家放心 作为原阿富汗政府领导人的办公地点 总统府在8月15号塔利班即将攻入喀布尔时 被总统加尼放弃 加尼逃往阿联酋 塔利班在15号夜间宣布控制总统府 且塔利班进入总统府内的这一段画面 也随之传往全世界 以上就是凤凰卫视 驻喀布尔特约记者王全发回的报道 阿富汗的私立大学在6号开学 塔利班教育部门当天召开机诊会 呼吁年轻人继续留在校园 接受教育 塔利班并表示允许女性接受教育和工作 凤凰卫视驻阿富汗特约记者王全 在喀布尔采访当地仍然坚持工作的女性 请她们谈谈切身的感受 阿富汗新政府将在未来数日内宣布成立 而未来塔利班将如何在阿富汗推行教育制度 以及当地妇女待遇问题受到各界关注 不少阿富汗年轻人 由于惧怕未来会推行各项严苛制度 希望离开国家到其他地方寻求发展 6号在喀布尔教育部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 塔利班相关负责人指出 年轻人应该留在自己的国家进行重建 他们不希望年轻人离开阿富汗 而是应该继续在学校接受教育 塔利班承诺会保护学生 同时女性也会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在记者会上 塔利班特别向两名女学生颁发证书 鼓励他们过去一年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 虽然塔利班目前表示 女性可以上学和工作 但在喀布尔 大多数女性都对未来充满了迷茫 甚至恐惧 记者来到喀布尔一家私人诊所 诊所中的两位女护士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 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放弃目前的工作 但对于未来 他们也不知道能够坚持多久 一切还要等到新政府正式成立后 看当局在女性工作和接受教育方面 会做出怎样的规定和安排 我们来看看 从塔利班政府转出来以后 就是我们可以决定 我们留在这里 还是要离开阿富汗 以上就是凤凰卫视特约记者王全 来自阿富汗喀布尔的报道 休息一下 回来有来自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座谈会 六号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讲话中指 要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充分发扬斗争精神 环一说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在中国与世界 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 源于时代 同时也是引领和推动时代的思想 为例 新型全球化观发展观的重要理念 王毅表示习近平外交思想继承和发扬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 将和尔不同 和州共济等中华传统理念和价值 创造性转化提出了新安全观 为民观等 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外交理论的内涵和外延 牢牢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 王毅说 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 胸怀世界 新系人类进步事业的崇高情怀 从中国和世界共同利益 全人类共同扶持出发 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制 这一重要理念 这是回答和解决当今世界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 是推动和平与发展事业的人间正道 王毅表示 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 指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 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重大意义 王毅指出 要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牢牢把握国之大者 不断提高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的能力 践行多边主义理念 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充分发扬斗争精神 我们必须始终居安思危 增强优化意识 深刻认识 错终复杂的国际环境 带来的新矛盾 新挑战 丢掉幻想 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在大势大非面前 旗子鲜明 在原则问题上 寸步不让 王毅表示 要持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进一步增强各国 对中国道路制度理论的理解和认知 凤凰卫视 霍伟伟 叶不见 北京报道 中国教育部6号公布 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实行 办法规定的培训材料 应该内容要科学准确 容量是难度是宜 不得超标超前 办法明确 培训材料应该内容科学准确 容量 难度事宜 和国家课程相关的内容 应该符合相应的课程标准要求 不得超标超前 培训材料编写研发人员 应该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定 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 从事教育教学相关工作三年级以上 办法要求 学科类培训材料的编写研发人员 应该准确理解和把握课程方案 学科课程标准 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 非学科类培训教材的编写研发人员 应该具备相关行业资质证书 或者专业能力证明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6号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 到深圳出席深港高层会晤 和年度深港合作会议 和深圳市委书记王伟忠 以及多位深圳官员交流两年来 两地重点合作项目推进的进展 并且签署了多份新的合作协议 双方官员就和套地区创新及科技发展情况 深港金融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 林郑月娥指出香港和深圳有扎实的合作基础 香港在深圳40多年高速发展中 是参与者贡献者也是受惠者 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王伟忠表示 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 就是一部香港持续辐射带动深圳发展的历史 每一步都离不开香港的资金 人才技术管理等多方面的巨大帮助 近年来双方在重大平台建设 资格互认抗议等方面都取得重大进展 近年来我和林郑月娥特首 香港和局政府各位同仁多次会晤沟通 建立了高效用型的深港合作专班工作机制 对中双方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突出的成绩 所以说当前深港合作意愿合作力度合作的成效 都处于历史的最好水平 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会后双方签署了多份合作协议 包括落实两地在合套深港科技合作区的项目 加强法律与争议解决的服务 以及香港大学与深圳合作办学的计划 凤凰卫视陈文喜吴之城深圳报道 另外林郑月娥出席深圳香港培桥书院 龙华信义学校的开学礼 学校实施内地课程和香港课程的双轨教学 首年招收的香港学生大约有1000人 林郑月娥在开学典礼上表示 办学计划是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服务发展的 另外一个重要里程碑 也是港生合作一个意义重大的名声项目 学校的开办将进一步丰富大湾区港人子女就学的选择 同学除了能够在香港课程框架下学习外 同时能够近距离地了解国家的最新发展 也有更多与其他大湾区青少年交流的机会 未来肯定会成为具备国家意识和香港情怀的青年人才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谭铁牛 广东省委副书记 深圳市委书记王伟忠也出席典礼 学校在今年三月份启动招生招聘工作 深港两地学生报名人数近9000人 学校提出配置家长陪读楼 并正在推动成为内地第一所 可直接参加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学校 国内第一所以深港教育融合为目标的双轨K12G技术学校 也是第一所持有香港教师资格可以辞教的内地学校 校方介绍学校以中文教授国际课程 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共108个班级 可以提供学位约3000个 富华卫视 陈一席 吴志诚 审真报道 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女员工被侵害案 山东省济南市淮印区人民检察院 经过依法审查 判定嫌疑人王某文实施的强制猥胁行为 不构成犯罪 不批准逮捕 今后警方依法对王某文终止侦查 对其做出治安居留15天的处罚决定 好 再来关注到台湾方面 台湾方面今天有哪些新闻焦点 我们请祝台北记者黄家腾来告诉大家 家腾早 哈喽 全权 各位观众早安 一起来关心今天台北早报的焦点 首先来看电话报 表题是新北幼儿园救人群聚强化二级警戒 台湾新北市爆发了幼儿园群聚事件 8名幼儿及1名幼儿的妈妈确诊 也颇及了台北市幼儿园 新北市某间国小禁忌停课 台湾疫情中心表示 在第一批15名接触者检验报告中 有9人染疫 阳性率非常非常高 因幼儿园接触紧密 加上多人确诊 未来阳性率恐会更多令人担忧 新北市府经过紧急会议之后 决定即刻起 新北市警戒措施要提升为强化二级警戒 再来看中国时报 表题是学生校园施打辉瑞BNT疫苗 有三天的疫苗假 明天晚间由郭台铭台铁店等民间团体 购买了第二批辉瑞疫苗即将抵台 数量约93万剂 台湾疫情中心表示 23号开始年满12岁到未满18岁的高中 五专前三年级国中生 约125万名的学生可以接种辉瑞疫苗 台湾教育部长表示 疫苗接种不具强迫性 学生接种后可以请三天的疫苗假 不列出缺勤记录 必要是可延长 家长也可以请不知青的防疫照顾假 最后来关心台北采访重点 台北市长柯文哲近期 频频挖国民党的长脚 不仅接触了国民党敌方派系 也延揽了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心腹 担任民众党媒体总监 引起柯文哲市府团队内的绿营人士不高兴 台北市府偏绿官员所组成的绿色连线 抱怨柯文哲路线太偏蓝 设计已经有绿营出身的台北市官员 传出请辞 引人联想 以上的一题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效应 我们都会持续关注 先把时间交还给全全 好的 谢谢嘉腾 我们再来看看财经消息 美国周一是劳动节假期 股市休市 好 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财经消息 关注到全球的并购市场 全球企业并购市场在今年夏天爆发 让今年交易金额勇望破顶 数据显示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全球的企业并购交易金额达到了3.9万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高出一倍 比疫情之前的2019年同期的2.6万亿美元也要多 那按照现在这个趋势 今年全年的数字很有可能会打破07年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4.3万亿美元记录 那出现这个情况主要原因是因为 现在企业融资成本比较低 而且私募基金的资金也比较充足 各行业当中又以科技企业的并购交易最多 好 休息一下 回来带您关注到91120周年系列报道 稍后见 欢迎回来 来看一条网页上的消息 关注到马航MH17客机在2014年的时候 在乌克兰上空遭到了导弹击落的空难 现在在荷兰海牙法院进行聆讯 三名俄罗斯人以及一名乌克兰人被起诉 这四人全部缺席聆讯 只有其中的一名俄罗斯被告派律师代表出庭 法院安排遇难者家属在庭上作证 那有家属就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政府 要为这场政治噩梦负责 法官预计最快会在明年的9月进行裁决 但也有可能会延迟到11月到12月才做出裁决 好 再来关注到其他消息 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 伊拉克政府军很快就败退 总统萨达姆随后逃到家乡提克里特 但随后被美军抓获 萨达姆之后被控在1982年 在杜杰勒村杀害过百人 而被判处死刑 凤凰卫视驻伊拉克记者重回提克里特 专访当年在萨达姆杜杰勒案审判当中 作证的目击证人 我们来看911系列报道之伊拉克篇 Saddam Hussein's story started here in Tikrit Aujab village The story started in 1937 April 28 Saddam Hussein the man who ruled Iraq by using iron vest Iraq in his arena witnessed very critical events The country passed through wars and 10 external eruptions started from in 1979 ended in 2003 Saddam Hussein ruled Iraq with an iron vest Saddam Hussein came by an American train to Iraq in order to assassinate the lead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bd al-Karim Qasim on October 7th in 1959 The main goal behind Saddam's support was to end the communist tide in Iraq since the later leader Abd al-Karim Qasim was the first Iraqi president to open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Soviet unions and refuse to deal with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s Saddam Hussein was able to reach power through the killing of all leaders of the Ba'ath bounty and to become president of the Iraqi Republic in 1979 After the American invasion and the arrest of Saddam Hussein the American forces noticed that Iraq was under occupation and thus Saddam Hussein would be a prisoner of war and must be subject to an international trail and with this the American helped Saddam Hussein once again but we were able to raise the jail case a number of other cases against Saddam Hussein and his associates to let them meet the justice The first trail began before the Iraqi Special Trip Union on the 19th October 2005 This trail Saddam and seven other defendants were tried for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with regard to events that took place after a failed assassination attempt in Dujail in 1982 Saddam Hussein after meeting Donald Rumsfeld had a great feeling that the Americans would help him escape or wouldn't allow to us to bring him to justice But we were able to provide evidence and prove that Saddam Hussein was killing Iraqi citizens without a trail oppressing the Iraqi people and creating chaos in the region Iraq and the Middle East have suffered greatly because of the American policies and their support for terrorists started with the economic placate, the suppression of freedom, the calling of important and permanent religious figures and the disallowing of others with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2003, American invaded Iraq and captured Saddam and Red Dawn operation In 2006, the 30th of December Saddam Hussein was executed Hussein and Fortusi Phoenix TV Iraq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在巴黎会见了到访的智利总统皮涅拉 马克龙对智利正在进行的前所未有的民主改革 表示赞赏和肯定 另外双方还进一步就智利和欧盟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进展交换了意见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携富人布利吉特在总统府外里舍功 欢迎智利总统皮涅拉的到访 在会见之后共见记者时 马克龙首先对于智利正在进行的前所未有的民主改革 表示赞赏和肯定 法国正在为2022年担任欧盟政治主席国做积极准备 马克龙表示这次同皮涅拉的会谈 双方还就进一步推动智利与欧盟达成伙伴关系协定 尤其是在保护投资和遵守巴黎气候协议方面进行了讨论 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再会